很簡單的需求123月甚至你有1到12個月 如果我今天希望一鍵完成所有工作表合併 那這邊我demo一下按下去 它就一直閃 閃完之後呢 1月 2月 3月全部都合併過來了 OK 然後呢如果要清除它的話這邊旁邊有個清除鍵 再按一下給各位看 全部過來 那它怎麼運作的 可能同學一下子全部合併太快了吧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基本上 它的 工作原理是這樣 第一個 第一行程式是確定先把游標先放在什麼的 放在那個第1季 所以這邊會寫一個序詞 序詞是工作表的 第1季 就是這個它的名稱 點slate就是游標先確定放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你游標沒有放在這裡的話 那它合併就會出錯 所以第1件 第二個的話呢 先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 因為你現在游標是 已經放在這個工作表 先放在它的A2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放A2的話 它可能游標 它不是預先在A2 那一合併 可能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先 前面兩行是先確定 你是不是在對的工作表 第二個 你是不是確定在正確的 那個 就是儲存格上面 那再來的話才是什麼 去做 前面三個的合併動作 那前面三個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一樣 什麼呢 1先切過去 2游標放A2 Ctrl 向右向下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再切回來之後的話 怎麼樣 再把它貼到那個A2下面 然後換下一個的話就是 再把它 儲標移動到最下面 所以可以用什麼 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是不是就移到最下面 然後再 向下移一個 再把2月貼上去 再向下移 再把3月貼上去 大概流程是這樣啦 應該可以 理解 因為以前你們如果用那個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它就一直跑 一直跑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在開發人員 所以你要把開發人員裡面 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話 就是把剛剛那些動作 錄完之後 那些動作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上面的那個程式嘛 這邊有 在這邊 就是單一個月的 單一個月聚集是 先選取哪一個 工作表 比如說你要選取的話就是 優標點一下1月 點1月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什麼 先放在它的A2 其實它你錄的時候有沒有 它都會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然後Ctrl 向右向下 Ctrl向下 向右 XL to right XL to down XL down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向右向下 那這兩行就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呢 再怎麼樣 Ctrl C嘛 複製 再切到第一季 貼上 然後呢 停在那個儲存格 它有一個名稱叫 Active 就是目前活動的 Sale 那不會加S 因為只會有一個 優標只會放在一個 然後呢 Offset是移動 移動幾列呢 一列 幾欄呢 0欄 意思就是往下一列的意思啦 同樣的道理 如果要向右一欄的話 這邊0 這邊1就可以 後面加一個點Slate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移動 向下移動一列 可是這個是 只有做一個月 如果你要把 這個地方變成三個月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外面包一個回圈 所以我外面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 For I I指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工作表 OK 那特別注意喔 Shit裡面 這個I裡面呢 你可以放文字 比如說呢 你可以放 1月 2月 3月 你也可以放第二種 放1 2 3 用數字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要抓第1個月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這邊放1 然後放2 放3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For I 等於 第一個 工作表 到 最後一個 減1 Shit裡面 抗意思是說 總共有幾個啦 這樣的話 他回傳回來 會告訴你說 123 4個 那我要跑到幾月呢 3月 那是他是3的 所以你這個 Shit.com 減1的話呢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總共 會幫你處理到 4減1 就是123 好 做什麼 就是做剛剛一樣的事情 就剛剛那些有沒有 然後呢 只是 就是 頂多是改一個地方 哪裡呢 改這個 Shit 這邊本來是第幾個 本來是1月嘛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I 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先處理1月的 再處理2月的 再處理3月的 那全部跑完之後 就完成 這整個流程 應該 可以理解啦 只是說 要怎麼做 會 那所以喔這邊的話呢 大概解釋 做法 我們基本上 1 先錄製聚集 所以錄製聚集 特別說你可能要demo 你可能要 先訓練一下 那個 錄製聚集的過程 1 一樣先怎麼樣 先按一下 錄製聚集 那名稱的話 也許你可以不用改 沒關係 因為我們 可能是暫時性用它 然後2的話呢 你就按確定 它會有一 這個時候就開始錄製了 1先切到1月 所以他會幫你寫一行 叫做 Shift 1月 .slate 第1行程式 2 游標放在A2 他會幫你寫一個 Range A2.slate 再來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OK 他會幫你寫剛剛那兩行 有沒有 然後呢 Ctrl C 就是複製 C 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切到第1季 然後呢 游標可能放A2啦 不過將來這一行可以拿掉 因為我們本來有寫了 所以這個 可以 Ctrl V貼上 再把它移動到最下面 這個地方 Ctrl向下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再向下一列 你可以按向下 箭頭向下一個 好 可以把它停掉了 停掉之後你會發現 在聚集裡面會多一個聚集 因為我剛剛沒改名稱 編輯一下 實際上 這上面的註解這個可以拿掉 有沒有你會發現 再來這邊可以 把它改一個i 有沒有 改一個i 然後 其他這個 你可以再參考一下那個 我寫完的 然後 這個 這一行可能要刪掉 為什麼 因為將來 你如果把它固定在A2 它將來貼 就一直貼在A2 因為1月2月3月都蓋在A2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要拿掉 然後 這一行 它是32點 slash 你可能要寫什麼 剛剛講的 你什麼 Active sale 不用加意思 點什麼呢 它的offset 我要向下移動 offset 幾列呢 一列 幾欄呢 零欄 然後 點 後面加一個在slash slash意思是說 偏移之後 油標放在那邊的意思啦 好 其他是自動加上註解 你再把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第一個 工作表 到 所有的工作表 所有工作表的話呢 就是 點count shade.count 就是 幫我算一下所有的 我扣掉最後一個 Enter兩下 nest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什麼 丟到中間 這個東西 中間這一段 按個tape 讓它縮排 縮排之後的話 其實就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只是說因為 全部都湊在那邊 你們一看 會 很像 最好是這上面自己再加一下註解 所以加完註解之後 會變得比較漂亮一些些 就是 123 這個其實 至於什麼加註解 你那個上面名稱 你可以 寫你自己看得懂 自己喜歡的方式 那我是習慣這樣寫 那寫完之後呢 當然你就可以 去跑跑看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先把這個 清掉 理論上 然後 再把它執行看看 不過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建議是 射中斷點 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 4i 等於1 那這邊就是1 然後這邊就是4 減掉1 然後切到第1個 有沒有第1個 然後把它 又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然後 把它Copy Copy之後的話 切回到第1季 的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 可能要把這個 這一行要先放在 放在上面 確定它 要先在A2 不然的話 怕貼上 因為它現在不在A2 所以這一行 可能 要放上面 確定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貼上 貼上 有沒有 然後 再向下 向下 向下之後 再向下一個 工作 列 一個一個列 OK 然後在NAS NAS就換 i變成2 OK 那就切到第2個 然後一樣 有不要放A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opy 然後再 切到第1季 然後貼上 再往下 再下一個 然後再來 就第3 OK E是類推 程式就寫完了 我應該可以懂 有沒有邏輯 只是說寫完之後 沒有人那麼厲害 一次 完全不會錯啦 所以我習慣 有沒有 用什麼 中斷模式 執行的時候再配合什麼 偵措裡面的F8 租行租行慢慢去檢查 這樣子的話呢 程式很快 你怎麼樣都會寫對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 1先錄製聚集 2再去做一些修改 OK 那大概流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的 這個 這個流程 1 到8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這裡的話 重點就是 第一個 先錄製聚集 第二個 就是 再去修改這個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時候 特別注意 請 還是要注意一下 錄製前 先彩排一下 再開始錄製 不然你可能會錄掉一些 不應該錄的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 沒有把握 最好可以把步驟先寫下來 然後呢 一邊錄的時候 一邊 確認你下一步 不然的話 他會錄到一些 很多很多 像我剛剛錄下來可能 10行 你可能錄下來變20行 很多是不要的 不要記得 也可以把它砍掉 好 謝謝